我們做slack欄位的時候 我可以指定欄位出現 可是我指定欄位出現的時候呢 這裡頭我要根據它的封數 來呈現它是高還是低還是中都可以 所以你要根據這個欄位的資料 可是我出現的內容呢 是我想顯示的資料 可是我的內容呢 可能是介於什麼跟什麼之間是高 什麼跟什麼之間叫低 所以這些介於什麼之間的資料呢 我怎麼去寫 所以它的方式是這樣的 slack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都把它呈現了 呈現好了之後 到點 case end 那裡頭是一個欄位 這個的欄位 我這邊是speed 是速度嘛 封數 可是下一個欄位出現的是要高低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直接 這個欄位的資料叫封數 case end 把它框起來 什麼條件呢 就是 當封數 大於等於40 我就出現高 然後呢 封數 小於等於30 and 小於等於40 小於 這裡是小於 這裡是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這時候我出現中等 否則的話就是低 中高低 這種寫法也可以這樣寫 就是case end 然後呢 封數 大於等於40 的高 然後呢 這個 介於大於等於30的 就等於他用切 40 30 所以 大於等於40的 那就是超過的在這裡 剩下的就小於的 再切 大於等於30 就介於這之間的 然後呢 就出現中 其他的就是肉 那這裡要呈現的名稱 就是封數 他就等於是用這個 20 就是說給他一個別名呈現 from 這個表 那所以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的 是不是就可以做這個練習了 我本身 我希望將 果 因素 在後面出現 等級 那目前 我slack a name 姓名 跟果文 我只有一個欄位喔 現在我要呈現的是 果文 那這時候有60 跟80 當超過 80的 叫A 80到60的 叫B 小於60的 叫C 這時候我就 case when 當 CHI 果文 超過80的 我就是 A等級 你用中文也可以喔 When 當 他的 果文 大於等於60 我一切 他是A了 剩下的就在這裡了嘛 所以我在一切60的時候 是就 之間的 所以我大於等於60的時候呢 就包括60喔 就是 B等級 else 除此之外 下頭的 就是C了 然後就是C等級了 那我有個case 有一個end 是包括 這只是一個欄位喔 他要出現C等級還是B等級還是A等級 所以我20 QA的Chinese 就20 設定 他的Chinese 他是出現的等級 那如果你要出現哪位名稱是不是 Head HEADER 點 HEADER 控一個 ON 打開你就會看到哪位名稱 啊 From School 好不好 所以這只是果文喔 那各位果文沒問題 英文 數學 以此類推 出現英文 出現他等級 數學 等級 好 交給你們自己做啦